立法會復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 會議開始沒多久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就要求點人數 但在15分鐘轉召人數之後 議員人數營救總人數的一半 主席曾鈺成宣布留會 由於不足法定人數 我現在宣布留會 有議員對留會表示失望 又批評拉布浪費辯論時間 我感覺到極其失望 極其遺憾 今日第六日的拉布 已經浪費了市民1530萬 但1530萬就是這15分鐘玩完 立法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覺得都是很不正常的 不斷出現拉布 拉布拉得長 有出現留會 這些我自己覺得是很遺憾的 發起拉布的四名議員入面 除了人民力量黃毓民之外 其餘三個人都有出席 而省民連的梁國雄 和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就在點人數時離開了會議廳 這次留會百分之百是保皇黨的責任 很可能是假期後的疲累症 你看到很多的保皇黨有些核心 包括內會主席也露道 以及工聯會的榮譽主席會長也露道 黃國興指責我們浪費公帑 他們自己工聯會的核心成員 今早因為沒有出席而導致留會 所以工聯會應該要三谷公 向市民道歉浪費公帑 拉布派的議員只有四個人 就算四個人同時都不出席 都是無能力令到議會留會的 拉布的議員是可以令議會拖場 但是不可以令到議會留會 他們罵我們說我們拉布 說我們阻時間 這個保皇派的議員 是議會裏面的多數 有46個人 加上主席有47個人 有43個人 加上主席有43個人 他們可以完全控制會議 應不應該留會 我們這一邊就是 秉行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 監察政府的權利 今次留會之後 需要留待下個禮拜復會 繼續審議條例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陳明三 我們下部長 各位晚安